HELLO 大家好我是總結 今天我們會出來的群團 今天我們來到了龍井這邊 這一場上次有玩過一次 那一次出貨感算是非常的不錯 那我們今天又來到這場就來這場小玩一下吧 來吧我們來玩一下這一台 這一台上次有玩過一次 那一次爪力非常之強 我們還把他的悠遊卡 889還有三個金證都全掃了 因為那個時候爪力真的強到用吸角都能出 那我們今天又來到這一場 那再玩看看這一台爪力會不會改變呢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到現在10塊錢都還沒有試 我們就試試看吧 因為我是發現這一台 它後面擺了一顆埃及達人的新貨 那一顆在市面上目前還完全沒看過 爪力看上去好像沒有變 一樣很強 那這個把它吸走 說要吸走結果 擋路啊 爪力一樣強 台主完全沒有改台 但是就金證不見了 金證跟悠遊卡都不見了 但是我今天的目標就打這一顆就好 這一顆過來 這一顆過來 哇賽這一顆一直在防啊 這一顆 這個走開啊 彈 一直很想要出尾 欸 這個不是上次幫我助攻的那個東西嗎 那個杯子 這一個要嘛打出來 要嘛去右邊 因為我只要那一個就好 那個是埃及達人的顯示 它顯示閃電 閃電不知道什麼挖哥 但是這一個一直在這裡亂 走開啊 很好先這樣 然後我們直接拖這一個 直接過來了 然後這一個逆一下好了 吸過去 哇漂亮 擋好擋滿 這個好像寫閃 開機配對 自動回聯 應該是藍牙耳機之類的 但是裡面內容物長什麼樣子 我也完全沒看過 哎唷 差點秒殺 哇賽 剛剛這一下薄 但是這一盒 感覺的出來 它用極致薄應該也是非常的難 不過還好我們那個有拖在45度角 它頂了一下又回來 脫 可這個能不能用吸的出貨就不知道了 哇 超級完美的位置 這一顆就這樣翻來翻去 好像吸不起來耶 哇那只能靠 極致薄脫鉤了 哇這一顆要打到極致薄脫 難度肯定有 來 漂亮的一個後旁 哇那那個889就有點裡面了 然後上次我們玩的時候好像 這個就在 這個也在 那一個 不知道 這個好像也在 好像多了一個新的這個 這個 但上次有沒有我也不知道 好那這一台呢 我們就出了一個埃及達人的新貨 喔這一顆超輕 喔如果不是剛剛後旁出的話 這個捏極致薄要脫 真的非常之困難 超級超級輕 比那個之前的什麼228 229都還要再輕 但是閃電藍牙耳機 但是裡面內容物到底長的 跟實體有沒有一樣呢 我不知道 那我們就等到最後再來開箱 我們再去玩一下下一台 好我們來到了隔天 來這場小玩一下 這場上面都擺得非常之滿 上面還有電風扇 哇這電風扇很重啊 而且剛剛那個Hello Kitty 是我從右邊 想說 試一下才行 小玩一下 小甩一下 結果它就是上去了 我們先把這個帶下來 這台的難易度 我覺得算是會比較 小高了點 因為像它這個 基本上要靠 可能要扣到那個盒子 才會扶 但是 如果你沒有扣到盒子的話 扶的 可能會比較小尷尬一點 但它爪力是真的有開 但是這個好像 因為它變得頭重腳輕 捏起來的感覺會比較 沒那麼的 怎麼講 捏起來感覺沒辦法好像 就會有一種感覺 沒辦法捏那個本體直接出 要捏盒子 但是這個的高度 它其實略有點小天地 但是小天地之餘呢 如果我45度甩過去的話 應該都會當機出貨 很有可能 這角度 但是就是要45度腳後面 那個Halokitty在前面一點的話 也許可以用盪機把它打出來 欸 我覺得Halokitty要出了捏 但是沒關係 我們先小試看看 逆斜甩 這樣子 起來 當 欸 這個應該滑一下就好了吧 滑 嘿嘿 出了 但是Halokitty 哎呦 Halokitty 感覺要下去了 趕快把它救起來 二收 起來 哇 救過頭了 它飛了 但是Halokitty 有沒有辦法像這樣直接打出來 我也不知道 但是可以這一個貼近一點 然後我們 把後面的電風扇給它抓下來 但是我好像感受到它 用捏到盒子好像會下放出貨 就類似像這樣子後排 一捏到的話 應該會直接下放 捏到下面那一個 中 七 五 你們這兩個就這樣子 換來換去 算了算了我直接拖這個 這個直接給它拖下來 它下來之後 捏Halokitty 也許盪機也會出 類似像這樣子 然後後面那個電風扇應該可以先 不用理它 中 好起來 盪 捏多了 盪 怎麼盪不到 二收 哇塞 這個Halokitty 超重啊 然後我打著打著打到現在我還不知道Halokitty到底是什麼 感覺像是餅乾 但是又 不知道耶 好像是餅乾 那我們先把這個帶下來吧 那個帶下來之後 Halokitty應該是隨便夾隨便出 因為它 捏起來的那個丟感好像還好 出來 哦它有一腳 有點頂著Halokitty 那再過來把它壓著 壓它一下Halokitty 中 起 壓 有機會 再來 全包 後面那個要下來了 過來 後面那個再把它壓下來 就完美了 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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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壓 欸 壓一下嘛 欸 壓 欸 好 然後捏一下 中 這高度我不相信不出 來 點下來 欸 還是不用啊 拉下來 欸 拉不到 這兩個東西都超重 尤其是這個電風扇 這電風扇看起來小小一台 但是它的重量真的非常之重 然後我看到後面的說明 它好像可以拉到蠻高的 所以這個可能還蠻實用的哦 方便攜帶 而且你看它縮小它可以縮到那麼小 然後它拉長可以拉到那麼長 不錯不錯 但是我比較好奇的是這個Halokitty 它看起來像是 應該是餅乾沒錯啦 那我最後就再小試一下 電風扇吧 因為電風扇 現在45度角有一個電風扇在那裡 也許抓這門 抓這門起來它會卡到 它只要稍微一點點卡到都會當機 喔 會喔 它這個抓起來之後 它的爪子會帶一個這樣子 這樣子它就頂在那一個上面了 喔來了 放進去 差點差點 剛剛這一下捏到應該是百分之百 來啊 甩這個角度 盪機 爪子都沒進去 再一次 進了 起來 盪 這個算盪嗎 有一點小摸到那一個 所以應該算是有點助攻到吧 然後這個我再帶過來 這樣子帶一下 然後再逆一下這一個 這個操作 就是這麼的濕滑 那我們後面呢 剛剛10元丟過去 10元然後再丟過來 我們看能不能 一個很順 直接給它當機出貨 其實這樣子 他們現在有兩個方式 打這個也可以 因為如果現在讓我們逆斜甩吃進去 它起來會往前一個 一段距離 當機也會出 你現在夾這個起來 也許也會卡到 所以現在有兩個出點 然後這個小吃一下 反正我們就看爪位是哪一個 我們就抓哪一個 中 差點 這個Hello Kitty 這個下來啊 下來之後我再去拖一下後面 我們把後面那個洞稍微補齊 不然沒有補的話 就覺得好像 就好像 右邊有一個洞 所以夾起來它有可能都會往右丟 但是如果我們把它補下來的話 一直往右丟它會回彈 等於是無限槍尾 花個三五十元做一個無限槍尾 其實不錯 但是做一個當機我也是服了 哈哈哈哈 OK 還好還好 來過來 這一下它放掉之後絕對下去 然後我們就可以進攻了 好 來喔 這時候 我們抓這門的那個 後面那個絕對會下去補位 補 然後無限槍尾了 你看這個就是一開始說 花個三五十塊或者是二三十塊就能做到 把它拉下來 這樣子在前面完全無限槍尾 然後我這個推推看 滑 有點重 還是不行 不能靠這樣子滑就出 除非是那個盒子再上 這角度比較難 好 好 好 齊啊 直接後螃蟹下放 跟預期的出貨方式不太一樣 來再過來一點 中 盪 沒盪 我們再逆一次 絕對要試成功一次 這樣子 過去二收在盒子上 起來當機 這個盒子的 距離比較中間 中 起 當 就是沒有像我們一開始預期的那樣子的出貨方式 這幾個的出貨方式都真的都是非常的意外啊 這個我就最後一捏我們捏捏看那個盒子的邊邊角角 有 哎呀 太早收 剛那個碗一點點收就被我吃到了 有了 脫 好 我們最後一捏 非常之漂亮 好那這一台呢 只差三個我們也將盡快清台了 但OK我們夾的也算是非常的多而且 有夾到那個電風扇 那電風扇感覺CP值算蠻高的 那我們這一台就夾這些吧 我們再去玩一下下一台 我們後面呢來打下這一台 我覺得這一台呢 也許未來用得到 而且 DIY 立體拼圖 木質音樂盒 甜心物語 所以它是有 音樂的功能 因為近期大家也知道嘛 我最近都自己出來拍片 然後小幫手他正在做月子 那之後呢 可以給那個小朋友 聽一下這個音樂 也許 在他那個 生活之中啊 或者是在睡覺的時候 也許可以稍微放鬆一下 不一定這個音樂會不會非常的 舒服好聽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就夾出來看吧 來吧 我們來打一下這個 也許未來 用得到的東西 但是感覺好像 蠻重的 就不知道了 因為我剛剛看螢幕 顯示這一台 雷寶好像也不算到太低 因為它基本上也是快過半了 然後這一台的它的保夾是 580 它的雷寶280 所以前面也有人試了 200多塊 但是可能都沒出貨就不知道了 我們試試看 感覺好像不難出啊 然後這邊再捏起來一下 感覺好像蠻簡單的呢 感覺好像蠻簡單的呢 來 全包 感覺彈著彈著 等一下會自殺就出貨了 如果一個 它聽覺得 不夠 那你就去多夾幾個 它的左邊也一個 右邊一個 上面一個 下面一個 環繞音效的感覺 然後就這樣子 我看你睡不睡覺 二收 過來 這樣子應該是穩穩的了吧 二收 喔 蠻有重量的 它的重量有喔 所以裡面的份量應該是滿足的 然後它寫3D立體音樂盒 喔會會會它這邊有馬達 然後吃個可能電池 喔那這個會轉喔 這個可以 吸引那個 寶寶的目光 然後又有一點音樂的功能 不一定還有催眠的效果 這個回去可以試試看 但是我們剛剛說要讓它環繞音效嘛 那環繞音效的話 勢必還要 左邊右邊上面 喔來 至少三個 這樣它才會有環繞音效的感覺 這一個 不一定它正門就很好打了 結果我們一直在打右邊 為什麼這個有貼貼紙啊 為什麼這個有貼貼紙啊 中 我們再把這邊帶一帶 喔又是平台 我們打個三個 這個滿滿的平台沒有東西可以上去 小可惜 還有這個上了 來喔 過來 5檔 過了 來來這個是右深道 我們剛剛夾的那一顆是左深道 這個是右深道 等一下還有一顆立體環繞 還有押韻呢 這個還不下來呢 這個 捲 OK 又深道出貨了 差一顆環繞 來來來還有一顆環繞 來了 環繞來了 來了環繞來了 哎呀 我也環繞啊 哇 來環繞 我也環繞 OK 環繞音效 來了 環繞 OK 我們這樣三方位 全方位都有了 那我們就夾這三個吧 我們最後去把東西稍微集中一下 好 我們今天夾完了 今天我們總共就夾這樣子吧 哇 左右完全滿滿的一排 而且這一排超長的 從最右邊到最左邊 剛好一整排 我們後面來到這一場 出口感算是非常的滿 我們竟然把那個電風扇 還有Hello Kitty的那個小餅乾 這一櫥整個差一點就清台了 最後面只差三個 然後最後那三個就留在那裡吧 我們一開始在規劃路線 那個電風扇要怎麼出 好像都完全不是照著我們的意思走 雖然最後的結果是一樣 我們的結果就是要把它打出貨 結果沒有想到 我們一開始想說 45度有一個前面那個起來頂它 出 右邊起來頂它出 結果這門直接噴出來 右邊直接這樣出來 然後最後45度我們捏一個寶把它脫掉 然後我們就總共夾了 五個電風扇跟一個Hello Kitty 然後最後插一點清台就算了 如果我清台講的話我真的會考慮 那我們後面有去夾這個 這個就是我自己要留著玩看看的 它是寫音樂盒 甜心物語DIY八音音樂盒 但是這個回去就要自己慢慢煮 但是煮完之後呢 它後面有一顆類似像是馬達 然後它會旋轉 每一款都不一樣喔 我現在才看到我以為是整廚都一樣 我剛剛沒有仔細再看它的造型有什麼 還有樣式有什麼 這個是小豬造型的 然後這個是類似像風車吧 風車造型 然後這三個呢 我的目的就是要把它拼起來之後 以後啊寶寶在哭鬧的時候 你把它放在左邊 左升到一顆 然後右升到一顆 上面再一顆 然後它就會左邊有聲音看左 右邊有聲音看右 上面怎麼也有聲音看上 然後就這樣左右上左右上 它自己就暈了 然後它就會想睡覺了 然後還有一點音樂 安撫一下它的功能 所以不一定 嘿嘿這樣子環繞音效 有用喔 等一下人家就說 等一下你不要這樣玩啦 沒關係 但寶寶他的心裡絕對會想 沒關係 你會老外大 沒關係我們消毒會中 你敢這樣子玩我 等到你老的時候 我就來把你左升到右升到 來啊不很好玩 說笑說笑啦 我們後面也不會這麼做啦 只是會讓他稍微聽一下這個音樂 不一定這個音樂非常的好聽 很舒服 但我們最後呢要來開箱一下這一顆 這個是在我們前一天打的 這是埃基達人閃電藍氧耳機 這個呢在市面上 我們目前在外面都還沒看過 那我們就來開箱一下吧 可是通常埃基達人它的商品 都是比較機械科技感 然後這一顆我目前打開 它看上去 也是有一點它之前行動電源的感覺 很特別喔 他們在做這個樣子 他們就完全不會說 一定要外觀做得多犀利 多吸睛什麼樣的 不用 他們直接把整個外殼透明化 讓你看一下裡面的IC啊 金板啊 他們就很直接的給你看 然後它這樣的造型 其實可能以前的想法會覺得 這樣子沒有造型的 但是現在你去看它的話會覺得它 好像特別的 復古工業風的感覺 其實看起來也是非常的不錯 然後它打開呢 它的蓋子也是磁吸式的 它很特別 它連耳機也都 完全樣式都沒有在 特別的設計 也像是透明窗給你看一下裡面的 一些線路是怎麼樣 我直接拿一個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它藍牙耳機的外觀 然後你看它這邊也都是IC板 然後它的線路 就整個不掩飾了 直接給你看 這邊還有寫呢 2022 2月28 但這樣製造日期也都給大家看清楚了 完全清清楚楚 這樣的感覺也不錯啦 然後它又是意外的有一種 科技工業風的感覺 像以前我們在打藍牙耳機 要嘛是電競耳機 不然就是這個外觀是長怎麼樣 但這個完全不掩飾 直接給你看 也不錯啦 是蠻有科技感的 算是非常好看 好 當然是這次也是無庸置疑的 這次我們抽獎就抽這一顆 埃及達人的新貨 閃電藍牙耳機 抽獎送給大家 因為這一顆是我們在市面上看到的第一顆 我們要嘛會抽新貨 或者抽打最多 或者是運氣好 還有什麼嗎 我也忘了 反正都是以這三樣為主 那這一顆是新的 也是第一次打出來的 那我們就抽這一顆 埃及達人新貨 抽獎送給大家吧 那這一顆的抽獎辦法在片尾 大家看一下 喜歡我的影片就丟到網站見 拜拜